转换心情来关心地方的活动 现是光复乡马台安休闲农业区和光丰地区农会 马上跑起来的公益路跑活动 今天是热烈登场 超过500多位的跑者不仅是不畏风雨 一路跑共同响应捐助门诺山路中心 也沿途美食好料是吃不停 每一位跑者都纷纷直说好玩又有趣 专业的啦啦队演出以及带领暖身操之后 光复乡马台安师弟修区 马上跑起来公益路跑活动 三公里以及六公里的竞赛跑者 一序鸣枪起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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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路跑还得要挑水 跳轮台圈以及穿过黑网 沿途补给站也很给力 台南渔丸丸镇韭菜臭豆腐等 跑者们是一路吃到饱 就算下起了大雨 大人小孩依旧热情不减 一起边跑边吃边闯关 直说好吃好玩又有趣 光复乡马台修区以及新绿农员 往年都以公益餐会的方式回馈社会 今年结合光丰地区农会首队一路跑的方式来进行 除了让优客民众认识在地农产 欣赏国家水地生态环境 同时也能进一步响应 共同做爱心 所以请大家今天一定要玩得很开心 如果有不周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在补给站的时候尽量的吃尽量的玩 不要急着跑完 我们没有计时 虽然前20名的奖牌有特别漂亮 但是不用急着回来没有关系 感谢我们在我们花莲省政府及我们水宝局 长期还有我们地方上 长期支持我们马台修区的各项活动 谢谢他们 更重要的感谢 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在场的所谓的跑者 拧有你的爱心 让我们马台修区来做这一次的公益活动 大家都是非常有爱心的 首度的公益路跑活动是吸引上百位跑者响应 活动所得总共20万元 也在今天的开幕活动中 全数捐赠给门诺会善目中心 全场也抱以热烈掌声支持肯定 未来这样的一个捐款的款项 我们会投入在妇女的就业 然后帮他们买一些设备 设施设备的部分 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技能 能够生产出更好吃的产品 能够回馈给社会 这一场公益路跑活动 总共有超过500多人 共享盛聚 县长许正卫 水宝局华林芬局长 以及乡长林清水 新元蔡一静 赖国祥等地方机关首长 也都到场参加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